真知己师不说假话 老实上人儿再罢了 大家好 我是女知己师小文 为期半个月的死装周终于结束了 但时装周的热度 永远比不上娱乐圈的热度 尤其是这一集压旧的LV女装秀 好像是出了不少热收 今天我们再来点评一下 LV秀场嘉宾们的看秀造型 是 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 欢迎订阅的点赞投币 把他们的留言问 好不多说 请不吝点赞投币 这一集的看秀造型 更是丑得千奇百怪 丑得百花齐发 但是呢 我们天赋有限 我们挑最重点 最精华的角 第一位 Lisa Lisa不是LV代言人 但她现在 去LVM集团 哪一个牌子都不过分吧 这件夹克来自于 2018春夏系列 而这一件我刚好见过15 没有看过这一期内容的 可以去反复监读 这是一件淡粉色 偏紫光的 有一点香槟金光泽的 刺绣长夹克 因为风格取出于工程礼服 所以她具有非常明确的时代感 年代感 所以这一件不好搭 秀场搭配了一件同样的刺绣细节的 一个长衬衫在下边 和一条非常像真丝内裤一样的短裤 为了避免过于隆重 脚上搭配的是运动鞋 我个人其实更喜欢Nikolas之前 在巴黎世家时期的作品 她加入LV之后 其实大部分的系列 我都比较无感 因为做的有一点太乱 而且创业中间 Nikolas也入职10年整了 可以说我给自己10年整的时间 去慢慢理解 慢慢消化 但是我时常会觉得 单品其实没有那么难理解 最难理解的应该是穿搭的部分 我们缩回这一件 即使Lisa会员去场上 这个原封不动的穿搭 夹克 配衬衫 配内裤 配球鞋 其实也很难理解 因为你说她轻松 不在意也好 你说她看起来像刚被 桌奸在床 然后临时跑开也好 反正搭配内裤的造型 秀场上我都不喜欢 Lisa这里选择搭配一条 超短裤和黑色的slap This look is Bad No No 我们从头到脚来说一下 发型 我更喜欢Lisa的其他发型 这个霓虹妹 已经出油的刘海 我觉得并不适合她 而且头顶非常的扁 显脸大 Lisa无论如何 也应该不是一个脸大的人 所以非常油腻 像是没有洗干的头发 再配上这个黑色丝袜 整体就显得非常的邋遢 LV女装 其实有一种动漫世界 回归现实的感觉 如果能换成她在 Kill this love里面 那个金色的奇头海短发 尤其是这个 美护的眼妆 用更少女漫画感的 妆造和发型 尤其用浅色的头发 来冲击和呼应一下 甲克的颜色 然后我记得她有一个 露出额头 然后变了好多小便着的发型 那个也很可爱 因为漫画感就脱离现实了 她会变成一个漫画角色 会去除掉黑头发 带来了风尘味 如果我们尽量少去改动的话 那发型 妆造我们先化了 短裤我们可以保留 如果想要走少女漫画风 可以搭上一季 二次春夏白色的裤袜 这样整体 OK 我们知道 你是更接近二次元 更接近2K 更接近一种 复古的时髦的漫画少女风 如果不想走那么漫画的风格 想尝试稍微成熟一点 稍微利落一点 这个黑色的丝袜 我们换成过膝的皮革长靴就可以 不要尖头 不要细高跟 尤其不要漆皮 我们就用自然皮革光泽的 过膝长靴 就很漂亮了 用靴子的利落和干脸 来替换黑色丝袜的风尘感 因为如果不是看过她很多 MV和舞台造型的话 我很难想象 这个和这个 是同一个人 这是同一个人 这是同一个人 下一位 欧阳娜娜 整体还不错 轻松自在 上衣的脸子 是有体积感的设计 那为了避免堆积和打架 头发都没有劈下来 而是简单的盘上去 而且还不是红毯丸子头 那黑色长裤 从整体上做一个平衡 让人知道 OK 我就是想突出这个 衬衫的设计感和体积感 而且整体妆容也非常精致 非常适合她 一看就是欧阳娜娜 没有变成别人 而且比平时更锋利一些 来 我们再说一位乖的艺人 Kate Blanche 大魔王 她这一件是之前 奥斯卡还是金球奖 那一件的一个改版 是之前并没她单独做的 袖上并不存在这一件 原版是一整件连衣裙 这里改成一件上衣 然后搭配一条黑色皮裤 线下活动 看袖不是颁奖典礼 不是走公毯 所以这样更轻松 更简洁 而且这也不是她第一次 穿旧衣服了 因为在同样的 其他欧美嘉宾中 她的造型算是 非常干净利落 而且适合个人风格的 因为有几张 真的让人眼前一黑 然后这里也很精彩 香蕉剪 Sara Poulsen 她和金尘撞衫了 这一件 我之前在微锅期的时候 就说过 只是说LV的女装成衣 不好穿 这一套呢 还是相对不那么难懂的 问题就是 温温柔柔 清清爽爽 一个薛纺下的材质 还有条纹的印花 就她在比例上 有一些两不沾 她既没有大玩特玩 一些新的比例结构 也没有完全遵循 穿统审美 所以整体看着 有一点点不精神 就是 怎么说呢 换个人穿 效果没有好多少 静止状态看起来 依然很拖沓 依然不精神 所以上一颗裙子 都是分量感比较轻 质量比较薄的时候 搭在一起 就不那么出效果了 她既不满足传统上面的显高显瘦 也不满足设计感的视觉冲击 当然开始好奇 这件会不会让 接下来第三个女明星翻车 因为对比之下 接下来我们 Emma Stone 石头姐就 呵呵 呵呵呵呵 这件是可以烧掉的难看 Lisa那一件是搭配和装造都出了问题 但是有很大的补救空间 Emma Stone这一件是无法挽救的难看 像是打板环节就出了问题 这件像是一个经验不足的版式的一件高仿 因为我忍不住上手批了一下 我没有改设计本身 我只是把这个尺寸改了一下 它的原始理想状态是不是应该这样 首先这个短外套它就是一件过时的单品 然后袖子的初衷 泡泡袖 羊腿袖的结合 这个混合体 但是它不精致 好看又有体积感的袖子应该长这样 它饱满又有呼吸空间 而不是非常没有生气的堆在这 而且裤子没有给出修身宽筒裤应该有的线条 只是觉得上下都很宽 而且下盘很壮 女明星身材都不会差的 所以这件一定是繁星厨的问题 而且裤子材质型的很重 即使你按我批后图这个去买 可能买到手会怎么都立马退货 而且里面这些上衣 它虽然有股价支撑 但是可能太向外了 所以感觉Emma Stone是刚吃完自助餐 然后顺便来看了个秀 可以说这套造型 三件基础单品该起的修饰作用都没有起到 接下来宋茜 宋茜这一身非常简单非常精致 可能这个白色枯袜很多人看不懂 正面看以为是一个有体积感射解的衬衫 但其实背面是落位的效果 是一个小小的礼服状态 黑色扮裙在视觉重量上压一下平衡感 然后在侧边小小的露出一点 雪纺纱露出一点 调完材质露出一点小修饰 是好看的 下一位神仙姐姐刘亦菲 这套虽然是LV的秀款 但却是整场秀上和其他设计都不搭边的 一个少数的年轻可爱活泼的造型 稍微查看一个话题 其实明星去时装周的看秀穿搭 不单独指明星甚至高阔大部分的时装博主 如果是你去看你的造型是品牌sponsor的话 绝大部分品牌并不希望大家穿得千奇百怪 大家穿得太张扬 大家穿得太old top 在时装周揭拍上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 希望能起到一个带货的效果 除非是高定周 偶尔一两个特别浮夸的造型 所以大部分成衣时装周 明星们的造型 博主们的造型 尽量正常一点 让他们的穿搭有被模仿的可能 能激起消费者们的购物欲望 这套基本上也是1v1还原学长穿搭 包括帽子 包括裤把 包括高分鞋 这套造型虽然不浮夸 但选得很精准 把刘一飞那种青春的洋溢的特质发挥了出来 如果是小朋友们 不赖的刘一飞 可能会觉得 她应该是一个刚出道的韩国女团 结构很简单 是一个无袖散状短裙 白色丝袜和前面宋茜一样 大家见仁见智 我觉得还好 点睛了一下 因为她平衡了一下 视觉上一条黑裙子 过于简单的造型 然后刘一飞并不是一个 多么强势的长相 尤其是这几张 工作人员打伞的护送照 拍出了财阀千斤的效果 at last but not least 周冬雨 尤其是对于身高只有160的周冬雨 这条来自于二四春夏的裙子 非常压人 以为是两件 但仔细一看 其实是一件 上半截是一件 瓶口的皮革胸衣 然后下摆荷叶边 拼接条纹的血纺纱裙 胸衣的细节其实不错 所以我这些想到 它不是直线 而是为了更修饰腰身 做了一些曲线化设计 而且为了做出品牌 越来喜欢使用的 中世纪裙称裙摆的效果 所以皮革下摆的部分 有做出一个弧度 这样和裙子更好的衔接 尤其是侧面 这个立体效果更明显 像是一个花包型 但用皮革稍微综合一下 过于柔美的氛围 LV女装从来不是单纯的柔美 它一定要跟其他东西做一个结合 比如它结合运动风 比如它结合古典风 或者是未来客气风 方方面的元素进行融合 秀场原本这里有一条 类似掉挖带松紧带的一个肩带 这里去掉了 模特是中分的黑长直 没有带任何嘴巴手势 周冬云也一样 只是多搭了一个手包而已 而于上半身的款式 无论是礼服还是上衣 平口仍然是最难穿的 他要求穿着的人身材要刚刚好 既不能胖 会显得狐狈熊腰 也不能太瘦 太瘦太淡膜的女生穿平口 总算会掉下来 而且过于瘦肉的女生穿平口 会很容易显得头重脚轻 像一根棒棒糖 那这个造型的最终呈现 整体表现的一般 没有尝试换一个装造 把周冬云那种古灵精怪的气质 体炼出来 周冬云感觉也没有尝试 用气场去加持 整个人看起来还是有一点 腮板 有一点茫然 这件设计本身 我都不是特别喜欢 两种元素 想刚柔并进的碰撞一下 但是碰撞的并不太成功 如果不用胸衣加长裙 这样一整套 透透露的效果的话 这件裙子 其实可以保留群撑的部分 它做成一个高腰腰风 然后上衣你随便搭 搭个背心都好看 然后关于明星看秀 选礼服这件事 这里不特指某一个人 没有特指 关于明星选礼服这件事 其实很多艺人的看秀服装 或者是出席重要场合的时候 很多情况下 并不是品牌打开衣柜随便挑的 而常常是 分的哪一套 你就要穿哪一套 没得挑 就一套 而且不是小角色小胡卡奥 是顶流和他代言的 国际一线大品牌 也常常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别问 问就是造型师说的 至于是谁的造型师 不能说 红毯的时候稍微好一点 因为他并不要求明确的季节性 但尤其到八里十中中这种成衣秀的时候 全球的代言人 智友 博主 嘉宾 都来的情况下 真的就是 别的什么 你就只能穿什么了 而这场秀这两天有一个非常大的热收 LV大客户 吐槽周冬宇 营业太多差 无论哪个品牌 我看 讨论度都非常高 给还没吃上瓜的 就得稍微还原一下时间过程 在秀后的拍照环节 通常明星博主 嘉宾来看秀 品牌在入场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大的背板 让所有人 硬性指标 要拍照 要带上品牌的logo 但热搜指的 并不是秀前拍照环节 也不是秀场内 随时拉过来就拍照的环节 而是单独指 秀后 品牌在半岛酒店 而为单独为这次邀请的六组 中国区最具有消费实力的 超级大客户 安排的1v1拍照环节 那这次前来的几位艺人 无论是宋茜 刘亦菲 还是周冬宇 每个艺人都和这六组 VIP客人单独拍照 然后这六组客人中 有一位非常年轻的富婆小姐姐 先是在Infusion past story 吐槽周冬宇 已经一个态度非常差 又有一位原来网名叫 情绪低低低的胖主 现在已经改名叫 周冬宇粉丝的大哥 在评论区进行双认证 这个环节其实和去年 有舒淇、张子怡、吴磊 参加的那个杨阳 参加的那个宝格丽晚宴 非常像 领牌请来代言人 和最重要的客户 明星艺人 这个时候就要进到代言人 其实也是打工人的一个本分 而且我觉得配合拍照 应该是一件最简单的事情 宝格丽那场晚宴 所有明星都没有先退场 而是正经 就要来和客户们吃了一份晚饭 然后我记得吴磊还说过一句 姐姐们喜欢我这款就下单 然后提成算我的 类似的话 我看很多人说 代言人某种程度上就是销售 话操理不操 是这么个意思 因为这位情绪极度的胖子 有在评论区透露 他每年的消费金额 达到了八倍数 而且他去巴黎看销的行程 是品牌全包 其实这么理解 品牌付给代言人的代言费 其实是客户出的 而且大客户们出了大多数 所以如果代言人销售 让客户心情不爽 客户和品牌去投诉 我觉得这是客户的基本权利 而且这次两位进行双刃的客人 都是素人 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了这个事情去博眼球 然后呢 好玩的来了 因为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 就点了一下大哥的主意 我发现 哦 大哥有关注我 然后事情发生当天 胖哥应该也还在巴黎 跟我是同一个时区 所以我就安慰了胖哥几句 我和他说情绪不要太低落 这才哪到哪 更离苦的事情 我不是刚遇到过 看网友怎么样 有一位热心吃瓜网友 在里面去留言 说胖哥如果你要是被威胁了 你就嘎嘎眼 然后胖哥回复了一个 只能说胖哥的情绪和消费实力 一样稳定 因为LV男装总监 第一季就推出了一个价值100万美金的包 胖哥卖了 而且是中国唯一一个 实名羡慕 非常想去胖哥家采访 看一看年消费8位数 而且是只在LV哦 只在LV年消费就8位数的人 一处理的 角落里 还有什么压箱体的好货 然后这一次时装周 无论是米兰还是巴黎 中国明星来了非常多 看修的造型基本上 它差不差 没有人打翻车 但是特别值得提的造型也不多 可以说大家都非常认真的 平淡的 平和的 平缓的 完成了时装周任务 所以可能这一季 不会再单独做中国明星 看修造型点评了 接下来应该是整个欧美娱乐圈的一个重要的颁奖季 应该会有很多比较重量级的梦想造型 到时候我们约起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点赞 投币 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下期我们聊我们困心总监第一场 写太长了 我写了6500字 然后我把它删成了5300字 然后我努力剪辑中 等我啊 拜拜 拜拜